是 海葵好像在监视我们 不会的 他只是生气 你 伤心 若是他想出卖馆还等什么 我真的想出去跟他说说话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你自己不可怜吗 我要是能顺利逃出去还好 如果让我们抓回来 你也就完了 那倒不如跟我一起走呢 他 你先走 睡吧 等伤了船 可就睡不着了 你我在一起的时光太有限了 我怎么舍得在睡梦中打发掉啊 再见里不知是何年何年 也不知还能不能重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走 怎么了 我还真留恋这房子 在这里有多少欢乐和忧伤 重要的是 我这一走 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有机会我再向海逵解释 她会原谅你的 走吧 时间不早了 走 走 走 她怎么还不来 不会不来了吧 不来还不好吗 巴不得呢 来赚了五两银子 快 快 站住 快 站住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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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样报答我一片好心 海一来可就麻烦了 你这是 你先别说 我倒问问你 大清早的 你们俩这是去哪儿啊 哦 我去送送瑶瑶 她自己找了一条可以出海的渔船 海归 你听我说 海归 我只是呆得闷了 想住这散散心 死死心 这么急啊 还偷偷摸摸的 你又不帮我们弄出来 你让我们怎么办 你倒怪到我头上来了 海归也恨他们的 和我们法不一样 你们若是干光明正大的事 又得着这样吗 有什么不正大光明的 他早就提出要回去 你也答应给他弄传道 再说了 你有这个能力啊 真是不假 可是你 你让他带走了什么 你最清楚 你别疑神疑鬼的 我们什么都没带 我告诉你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杨云 快走 杨云 快走 杨云 快走 杨云 快抓住他 大人快动手吧 杨云 快走 快 海归 海归 开一个声龙 别管 This world 狭层 追姚云去 你可千万不能害姚云 của 你们可是君同姊妹啊 快 快 快 我 快点 快 hype 站住 我是高普人 早明在海上反货 往来东西洋 不知遇到过多少次台风飓风 跟我一起下海的人 十几年中 十有八九都死在海上了 我也在于琢磨 什么风潮统俗 地形显异 风雨雷电 我都用心记着 这都是我历年来 对海上风信潮汐做的笔记 时间久了 也就摸到了一点头绪 老天爷大海 还是有准的 什么时候有台风 什么季节风平浪静 不说年年一样 其实也差不多啊 我们渡海平台 需要的就是这个呀 告诉我 什么风向出击为最好 姚志台也请了一些风信专家 他认为冬季出击 也就是说 趁北风出击为最好 不行 北风凛冽 非人力所能左右 北风迅猛容易把船队吹散 还是南风脚温河 船容易编程队列 那要是我们攻打澎湖呢 趁北风出击也不利吗 若趁南风出击 姚大人说了 澎湖列岛只有娘妈宫可以搏船 也是有道理的 不对 澎湖列岛大小岛屿三十六个 据说只有娘妈宫 西雨头 北港八兆四号 北风可以停泊沾船 若趁南风出击 不但有山有雨的地方都可以停船 黑沟 白阳也可以停船 这就有利多了 那就是说六月份也可编队出征了 夏至前后 二十多天 风为夜境 海水平如炼 澎湖各岛随处可以停船 这是最佳时机 不过 自古以来 六月的天气 在澎湖一带有一种说法 叫做五五日合风 就是说 五天以上的好天气的机会并不多 必须抓住战机 好 陈儿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记住这些 陈儿 你这本封信册子留在我这儿 我要再仔细看看 啊 好 好 钟义侯 你不认识我吗 对不起 这不是傅大人吗 不到万分紧急关头 我不会亲自抛头落面来见你的 住什么事了吗 遥云走不了了 想跳海资金又没有死成 被抓回来了 我估计兴多吉少 你得做最坏的打算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谢谢你来告诉我 对了 你知道那海防都落到他们手里了吗 听说遥云很机灵 看见大事不好就先把海图扔到大海里去了 洪旭指挥士兵捞了很久 只捞出了一堆烂纸 好 这就好 昨天晚上 遥云反复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不是应验了吗 造之如此 还不如 失踪 此刻不是后悔的时候 得想个办法 我之所以提出称北风进兵 是因为寒冷月分 正是天晴水窟季节 可兵分两路 你我各领一路 一路攻打澎湖 一路从台湾的北面强攻淡水 这是出奇制胜之策呀 姚公啊 攻打淡水完全没有必要 那里敌人的设防很弱 其兵力首辅都在台湾的南部 澎湖是台湾的门户 门户一开户破汤威 我们便可长驱直入 世大人若是执意攻打澎湖 请便 我只求待偏师攻打淡水 淡水不可小事 取淡水 淡水和上宿 一路上可恩赴土藩 截阵而尽 向南面押过去 正因为是敌人防守薄弱之地 才可以先声夺人 这对世大人攻打澎湖 也是个支援哪 姚公啊 那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敌人一旦发觉 会在大山里射兵埋伏 我们连周旋的余地都没有 还是应该先攻打澎湖 只要把澎湖拿下来 我们就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大兵压境 敌人会喘不过气来的 那个时候再谈招服 就容易多了 若过了冬月 没了北风 就不能再攻打淡水了 两路进攻 也可互相声援嘛 要攻打 也得等到五月六月 风信之南北 海盗之从尾 我都打听遍了 趁白日止风攻打为好 夜晚风头猛烈难以搏船 周时会陷入进退围谷的境地 若成南风 即使当日不能夺取博船的岛屿 夏天风平浪静 可以缓冲以力再战 瑶公啊 不要再坚持了 再坚持会出大乱子的 莫非瑶公坚持兵分两路 是怕我师郎专争吗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 师大人不是已经上奏书 力请专争了吗 瑶公 你我之间本不存在芥蒂 军饷之事虽然有人做了手脚 我是最怕撤肘一物战机 即使我师某人专长 瑶公 你也是功不可没呀 扯远了 扯远了 既然师大人只要攻打澎湖 齐生不敢沟通 看来只好请皇上定夺了 瑶公啊 你不生我师某人的气 我就放心了 都是为皇上当差 文无私欲 不存在隔膜 我说你呀又在写什么奏折 你非得激怒皇上得罪同僚啊 未曾出师一见分歧 我主张五六月份趁南风进军彭谷 姚启盛却非要趁北风即可出气 并且兵分两路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想不出来 兵分两路他就可以独捅一路 若兵分一路 岂不是由我独砖了吗 他就没事干了 他这么大个总督 这么小心眼啊 他又是文人出身 领兵打仗并非他的长处 他硬要吃这个苦 这是为何呀 为公 也难怪啊 他与海贼周旋了二十多年 现如今眼看大功垂成 却没他的份 他能心肝吗 你这个人也真够怪的 明明知道他要什么 你也理解他的苦衷 却又偏偏跟他作对 吴起绝在皇上那儿 为你争得了提督同征权 为你去掉了三个累赘 你还要上书 那能不得罪他吗 我知道 我扮演的是一个令人生艳的角色 可为了实现我的对台方略 必须由我一个人说了算 至少在福建 在平台这件事上 一定要打破以满之汉 以闻之舞的陋戏 再说 我是为了江山社稷 为了皇上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 我相信 要起生 迟早有一天 会理解我师郎的 那好吧 你就上书吧 看看这回 你还会不会那么幸运 当今的福建 什么是能大国平定台湾呢 我听说 水军 军心有些不稳 大人听说了吗 不会吧 师大人治军有方 上任之后雷避风行 福建水师很见起色呀 福台大人 没听说水师拖欠三个月 想人的事吗 这 有耳闻不知实情啊 前些天闹得沸沸扬扬 目前又风平浪静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没想过 筹措响银的事 责任可在你巡抚啊 跟他水师提督无关 他只管带兵打仗 可我听说 所欠的十几万响银 不但补上了 而且还加了响 哪儿来的银子啊 你给他抽银子了吗 那他哪儿来的 我听说 他是动了自己的私房钱 前两天又打发女儿阿曼回京 去把宅子卖了 他掏的是自己的腰包啊 他他 他这个人泥贯怎么做 这不是公然的顾名钓鱼吗 话不能这么说 我给你看一份折钞 这是一个京城里的朋友 托人收来的 他能有这样的好心吗 浅响 传播 泡药不足 这可都是你我的责任啊 我们平时把平台灭贼喊得震天响 到头来却是捉襟见肘 十郎在尚书里不用添油加醋 也不用点你我的名字 你我就吃不消了 可是十郎在尚书里非但 没点你我的名字 反倒说他上任后 是水师 枪械 传播齐背 水师训练有素 士气高涨 我想这不只是给你我留面子 还是顾全大局啊 他为了支付祥银 讨自己的腰包 一声不耿 这样的人可谓难能可贵啊 也许这正是军之处 他是小忍大夫人 他既有如此的谅解高峰 又勿自三番上奏书 要求台湾的专争权 把我们都抛开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事我也有气 可是 我是拖欠了奖淫 不是府库里没有 而是拉哈达将军 有意要给师郎点颜色看看 你也是知道的 我没这个胆量 拉哈达可以不把师郎看在眼里 可他不能不把吴启爵当回师 你不也说吴启爵是皇上的代言人和监军吗 前几天 吴启爵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呀 他说什么 侍郎不是把吴启爵看作是 稻田里吓唬麻雀的稻草人吗 吴启爵说 这稻草人有时也能把麻雀吓死 这不是话里有话吗 是啊 他快成侍郎的东庄家具了 你看 原来是将军 都 府 提同征 吴启爵进了一次经 皇上就变了 改成都提同征 你敢不把稻草人当回师吗 姚大人 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侍郎把我们一脚都踢开了 不过事情还没有完结 他又连上了两道奏书 要求把你也踢开 这样的人 你还要替他说话吗 退一步说 皇上真的下了预指 允许侍郎一人专争 难道你我就可以拆台 不配合了吗 那怎么会呢 评定台湾是为朝廷办事 不是为他侍郎卖密呀 这就对了 因此 你不要抱 拉哈达的粗腿 没用 一旦一物战机 皇上是要拿你试问的 拉哈达又不管筹办军饷的事 好 我尽快筹齐欠款 给师大人补过去 顺教 好 公主 哦 是傅大人 公主 又去宫里去见太妃了吧 嗯 真是个有心的孩子 怪不得太妃这么喜欢你 啊 傅大人 你这是要进宫吧 哦 我这是专程在这儿等公主的 等我 对呀 有什么事要谈吗 嗯 有点小事 不过 这里说话不太方便 哦 那 待会儿去白房子里跟我说吧 啊 好 嗯 告辞 告辞 驾 你给我跪下 跪下 你一个年轻标致的女孩儿细皮嫩肉的我真不忍心给你动刑不过你要识食物才行 刘云 你知道没有 劝你食食物点 说 是谁指使你往外送图的 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不要再替别人当替罪羊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也不知道你说的图是什么 更不知道 我给什么人当了替罪羊了 你是抵赖不过的 你说你不知道那张图 那你扔到海里的是什么 你们不是捞起来了吗 不会自己看吗 我在问你啊 我不是说过了 是我平日里写废来的几句诗 丢在自制楼里 你 这有什么稀奇的 你 你是不见怪才不落泪啊 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你画本是澎湖海方图 是四位蜻蜓来剿命我们的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定罪就是了 何必来问我 我们是可怜你 不忍心看着你相消欲远 只要你供出幕后指使人 我立刻放过你 并送你回家 我编一个行吗 编一个 你编谁啊 就是你冯大人 哼 你这小贱人 你敢戏弄我 我现在就杀了你 落在你们手里 我早就不想活了 请便吧 我不让你死得痛快 让你生不如死 给我上行 上单子 架她的手指头 快 说 说不说 说 说不说 不说王私里的家 说不说 拼了 我もう死人家 但是我心里的家 深塵 就是马皇祖 我的天啊 王私里的家 他连更多 竟然 rada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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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地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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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陷入到一个弱女子 长了一身硬骨头 我和傅大人素无往来 不知你见我有何见教啊 我听说公主在福建 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几年前她飘洋过海 把你送到父母的身边 你才有了今日公主的身份 据我所知 她的父亲收养过你 也算是你一个恩人吧 怎么 你是来教训我的吗 不 下官不敢 我只是出于一片好心 想告诉公主一件 应该知道的事情 至于你怎么去处理 那就不是下官敢乱谗言的 你说 什么事 姚寅被关进了大牢 性命危在旦夕啊 你跑到这儿来 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跟她井水不犯河水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明不明白 你给我出去 那 下官告辞了 若是公主有什么吩咐 下官愿意随时效劳 告辞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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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才能说 我平定台湾的水师 已出具归目 我们现在有 大巫船七十艘 赶增船一百零三艘 还有双帆船六十五艘 官兵有两万三千人 可以随时出帐 等夏至一到 南风成尽 我便可万周齐发 一举拿下澎湖 不过我看 夏至注定未必有帐 夏至 这可是皇上圣旨准了的人 皇上说 让我和姚启盛勿将海面情绪 贼中情形审查确实 如有可破脚之机 当合谋邪虑 勿施机会不能再推卫延宕 我最近听说姚大人正单独召集 众多总兵聚集讨论 不像是准备夏至出兵的召集 他又想干什么 公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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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我要进去看看姚云 真对不起 没有冯爵爷的首领 这谁也不能见啊 这是要犯 你放屁 我告诉你啊 我是太妃打发过来的 你敢挡架 公主 您先坐 您先坐 要是没有冯爵爷的首领 小的怕是丢了吃饭的家伙 你是信不过我 怕我跟他勾结是不是 不不不不不 小的可不敢这么说呀 嘿 谅你也不敢 实话告诉你吧 不过你不能告诉别人 其实告发姚云的并不是别人 就是我 你说我能跟他里外勾结 同流合污吗 那我不是疯了 试试试 试试 公主 您可别让小的 吃不了兜着走 说几句话就出来 晚上还要过堂呢 好好好 请请请 里面是犯人听着 有人来探监 这什么味儿啊 你们怎么对待犯人的 公主 您还以为这是你们白房子的味道 开门 试试 床呢 地就是床 这甘草就是被子 你也没当了犯人 还得像小姐 兴花房那么享福啊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快滚 是 滚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给我滚 走吧 走吧 走 走 姚云 我还以为 你真的坐那条小船 冲冲逃脱了呢 可没想到 天不保佑你 看来 你还有一场牢狱之灾 说不定 得把命搭上 这还要多谢公主成全啊 你 你这怎么说话呢 你这叫咎由自取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别演戏了 我当初瞎了眼 看错了你 我 我父亲也瞎了眼 救了一条狼 你走啊 你来这儿干什么 现在乐祸吗 你的心愿满足了 不过我看你真正的心愿 永远 永远都掉不到满足 我现在乐祸干吗 我没有对不起你的 你还要怎么对得起我 你纠茶亲手拿刀杀了我了 好 你等着 你已经没有几天活头了 我活一天 我活一天 心里坦然 半夜睡觉不心惊 你出卖朋友 出卖良心 你睡得着觉吗 好 今日把各阵总兵请来 就是要商讨禁军澎湖方略 本来我主张呈北风进兵 后来施大人又提出 夏至左右呈南风进兵 这一争论半年过去了 到如今意见仍不一致 请各位将军各书起见 大人 从澎湖地情来看 北风偏多 若是呈北风进兵的话 可以攻打各大岛屿 而南风 只有本岛的娘妈宫一处 可以停泊 如今海贼派重兵把守该岛 倘若一时难以攻破的话 我们庞大的舰船 该何处停靠 还请姚大人三思 澎湖在台湾偏北 如我们呈南风去澎湖 取得澎湖以后 无法逆风靠近台湾 势必要等十月小阳 再突进取 这几个月我们干什么 沐英 您有何高见哪 在下还没考虑好 我赞成宋总兵陈总兵的看法 还有一宗不得不考虑 成南风拿下澎湖后 若再要等四五个月才能再突进取 那得用重兵把守澎湖 澎湖是什么地方 各位都清楚 寸草不生 粮食 柴草都要从金门运送 这一段接济粮草的十日 又恰好是六七八月 是台风平发期 接济运送尤为困难 一旦海贼攻击我粮道 就更不安全 因此末将也主张 改为东进 乘北风进军澎湖 请各位总兵一说 我原来力主称北风进军的信心更足了 回头我再写一份奏书给皇上 光报国心切不信 既然各阵总兵都力主称北风进军 那自然是从众为要 只是感觉称北风进军 就说真是不错 人生下方 脸论 狂 continued 醹郎真的要乘南风而动吗 五六月的南风风平浪青 对它肯定有吸引力 可这风 风起无定时 频频发作的台风 对它也有吸引力 五月三台断海路 海陈难耐三台起的天术安排 它也敢默然视之 近来末将听到一些传闻说 侍郎十多年来 据书坊不出 巨迷长途 惊言风信海情 也许已经掌握了 台风发作起落的奥妙 不可琢磨的狮狼 不可轻视的狮狼啊 狮狼真的通晓台风 发作起落的奥秘吗 还是受了什么高人的指点 传闻中狮狼十多年来 致力于彭台海潮风信的纠探 当信之不无 可台风发育何时起 于何时强度多大 持续多久 狮狼能完全预测吗 此古瑜伽切有下至前后 天非使三台停歇时日之说 可那是神话 那是人们无奈中 自安自卫的西纪 狮狼会信以为真吗 再说 神话中那个时日 是下至前时 还是下至后时 还是下至前后时 谁能说得清啊 伤古渔民 都不敢冒险一言其说 难道狮狼会他的水师 三万精兵冒险吗 就是狮狼为贪功而孤注一掷 清庭皇帝会以其仅有的一只水师 与天术作对吗 举止乖利的狮狼 不可轻视的狮狼啊 对于狮狼的想法 我们只能信其有 不能信其无 狮狼原本就是怪财 曾以丝谋怪异履历其功 而取信先王 说得对啊 我们不可大意 当务至极 我们应迅速调整布防上的失误 攻防上的弱点 转面北而面南 迅速将战船向马公与外安宇 左港八兆湾起舰 可以移动的火炮 迅速调往南面铸鱼 我们不能光着脊梁 等着狮狼出拳 没想到 酷刑没能使一个小女子屈服 看来她是报定死的就行了 一个不怕死的人 她是不怕任何刑罚的 不撬开她的嘴 就处置不了狮狮狮 现在 是杀狮狮狮的最好的时机 眼下大兵压境 岛内不少人都想求和 就连太妃都犹豫不决 刘国璇手握重兵 却是从骨子里反对台湾 自立乾坤 要是我们能把 失识从一家七十多口人 斩戒杀绝 把一个个人头给侍郎送去 就一定会激怒他 那样我们的人 就不会抱有幻想 只剩下达到底这条路 赶紧抓起来杀了算了 要什么证据啊 那不行 那会激怒太妃 会把事情搞砸的 这个姚云 她不是不怕死吗 有一样 她必定怕 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什么 她怕受砸 你有什么好点子啊 她要是再不招供 就当众拨光她的衣服 看她罢不罢 那个金汉臣 不是想要她吗 那就当面赏给她 有什么好看的 能不能赏还 有什么好看的 她是一架太太体 是想要她还満 后来 要怕我 那是 wouldn't 会 看不过 我 有什么